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听天话题栏目 我是马雪乔 虽然上周末气温有所下降 但是夏天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 今天我们找来了两位资深的旅行行家 Michael跟Frank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最近夏天到了大脑玩比较好 欢迎你们两个 欢迎欢迎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这样 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但是我喜欢在大自然里面去玩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这样偏好 是更喜欢在大自然里面游玩的 还是喜欢去都市里面去在城市里穿梭的感觉 是这样的 我本人的话我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到这个大自然的景色 那因为大城市的话都是建筑物 那建筑物就是人造的 人造的你建得出来 我也建得出来 那大自然呢 这是自然的形成 那自然形成的话呢 我这边有 你那边不见得会有 因为大家都是没有办法模仿出来的 这个大自然的景色是非常舒服的 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的那种感觉的 那您呢 所以一般来讲玩的方式呢 就是你一种自助式的方式嘛 另外一种就是这所谓的 团体式的方式 就跟团的方式了 所以一般的参观 自然 然后你假如进入市区的话 人文 这个历史 建筑 对 是这样 分开了 所以你大概玩的方式 大概就是这种的分类的方式了 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 我应该要朝哪个方向去找 我有点好奇 像您 麦可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 对旅行这件事特别感兴趣 然后开始研究这个事情呢 我本身的话是讲 我本身的话是导游 那么也从事这个旅游业嘛 那我从这个30年前就开始 那刚开始的话是自己 自己的开车去玩 那之后呢 就是对这个行业 非常有 对这个旅游非常有 非常大的这个兴趣 那才就是希望呢 能够带更多的人 游客呢 去欣赏这种大自然这个景色 把这个美国的这种景色呢 那介绍给这个游客啦 给这个亲戚朋友的 对 所以说您应该也是 游遍了美国的 深深水水 各大城市 对吧 对 我本的话是 偏爱这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 在这个美国西部 国家公园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不同的季节 时间 去玩 去看呢 都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我特别特别深有同感 因为我大概一年多前的时候 有去跟家人在黄石公园游玩 但是我当时是在洛杉矶租车 然后开车直接开到盐湖城 然后再从盐湖城开进黄石公园 但当时我是五月份的时候去的 有很多的门没有开 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规划的路线 是不是合理 但是以您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去黄石什么时候去是最好的 如果以黄石国家公园讲的 我根本认为就是在六月份去是最好的 那知识一点再讲 就是说在学校开学之前去 因为如果你现在去的话 黄石国家公园 因为它温东南西北 有好几个公园的路口进去的 现在的话东门南门都是关闭的 只有西门跟北门可以进入国家公园 然后还有很多的景区都是关闭 因为很多这个积雪 因为那边是维度非常的北边 而且变化很大 对对对 整个夏天下雪 整个冬天下雪 那个雪都自七八十这么高 然后它慢慢的融化 很多地方因为下雪的关系 都还没有开放 公路也还没开放 还没整理好 要在五月中过后 所有的这个路口开了 所有的景点 所有的景点都开了 那进去呢才玩得尽兴的 是 我当时就是在那个东门开了好久 然后又下雪 然后又是冰啊 又是什么的 还挺危险的 其实就是自己不太了解那个状况 那Frank像您刚才说的 说有跟团或者是自驾游 对于我个人来说 反正我是自驾游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我去黄石的时候 也看到有不少旅行团在里面 就是那以您的经验吧 您觉得说去黄石这样的国家公园 是自己去玩更自由一点 可以玩得更多一点 还是说跟团更保靠一点 对 一般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说旅游之前 所以说现在的旅游分成两个部分嘛 一个就是说我要自住性的 我就是自驾 自己跑 或者我不自驾 我用当地的交通工具 我借用当地的交通工具来做这个旅游 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我到了当地我去hiking 我去健行 我怎么样都可以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什么都不要想 我就跟着团队走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我跟Michael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也做了三十年 哇 你也是三十年 对 但是呢 我是一开始我就在旅行社 我就开始带团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团体 所以我一直认为团体会比这个 个人的这种 independent的这种旅游来的简单 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帮你安排好了 那你只要跟着我的这个 早上几点起床 然后几点出发 几点 我所有东西都帮你安排好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一种 旅行方式 方式 对 完全是看你个人 这我倒是没有真的说很坚持说 我一定要团体 对 对 对 真的是 但是自助旅游一定要有 就是说对自己的要求要特别的高 否则的话你一天就浪费掉了 是 而且还要了解一下 那个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自助面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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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很多功课 对 对 对 没错 对 那咱深入 我们深入到黄石公园里面 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路线介绍一下 因为电视界有很多 有孩子的家长 或者是全家人想要准备去玩 我知道黄石可能要提前很久去预约 如果自己去玩的话 或者是跟团走需要提前去报名 那都有什么样的路线 你们有没有推荐的呢 实际上的黄石国家公园里面 住宿的是分两个部分 那现在呢就是在公园内 也是有它的那个旅馆房间 那大部分呢就是那种小木屋 就是非常古老的 这种小木屋就是 大概是五六十年的这种小木屋 当然里面小木屋是比较简单 是没有电视没电话 可是卫议设备还是有的 非常方便 那另外呢就是在黄石国家公园呢 它有东南西北 那都有这个路口 在国家公园外面 那么也是有很多这个旅馆的 因为黄石国家公园旅馆的话呢 它是有限的 不多 那很多都是住在外围的 那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你是租车 然后去自住嘛 那里面的话呢 很多非常很多的这种景点 那这种景点呢 它的公路呢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样 这个巴自行的 这个烙一个圈巴自行 有五个大区 整个黄石公园有五个大区 主要呢我们国家公园呢 就是看这个喷泉嘛 那早期的话呢 这个几百万年前 它是一个火山地带 也是冰河时期 所切割而形成的这种地形三毛 那它有了很多这个低热 低热而形成这种喷泉 有热水池 那就是非常就是很好玩的 对我去看过那个 对你去海平 老中石喷泉啊 对对对对 你沿着很多的 蛮有意思 沿着很多的木板步道行走 那很多的一坐一坐的喷泉 或者热水池 因为它是一些是没有办法 用时间来估计到它 下一次的喷泊时间 一些是可以 比如老中石 它可以估计到它 下一次的喷泊时间 你在这个木板步道走着走着 它就会喷泊出来 非常给你这种惊讶 还蛮壮观的 其实这个景色 还有很多的这种热水池 还有很多就是峡谷 也是可以看到这种峡谷 黄石国家公园 因为它冰河切割 而形成一些湖 还有很多河流 这种水的这种源头 很多河流 形成这种峡谷 非常的漂亮 还有里面很多的动物 那个才是经典的 就像我们进入到野生动物园一样 对 我看到有豪牛 应该是豪牛吧 那个迷路 都在路上 一边开车 可以跟它一起走 对 其实黄石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黄石 其实黄石 我们都知道 是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 对 是最有名的 那其实在犹他 其实还有像布莱斯国家公园 也蛮有名 它是丹霞地貌 也蛮漂亮的 是不是也可以顺便走一下那边 是 因为大部分 去黄石国家公园 它我们也会就是说 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就是提论国家公园 就是在黄石国家公园南边 那也是非常漂亮 壮观的一个国家公园 那在底下的话 因为它是在华阅明州 底下还有一个城市 叫做Jackson 这个Jackson Hall 也是一个牛仔村 我听到这个 对 对 对 非常漂亮的 非常休闲的一个旅游 旅游小城市 那好像回到早期的这个牛仔 牛仔的这个村落一样 那当然如果是从洛杉矶 租车的话呢 到这个黄石国家公园 那我们会经过其他的州 那比如说亚利桑那州 会经过这个犹他州 那其实呢 犹他州也是有很多国家公园 有总共五个国家公园 这么多 好 我们现在先聊到这儿 得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跟Frank跟Michael聊 这个怎么玩 夏天里怎么玩 是 欢迎回到由凤凰卫视 每周台为您带来的 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马雪桥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两位资深的旅行达人 Michael跟Frank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推荐一下 这个夏天该怎么玩 那么我们刚才上半段的节目 有聊到国家公园 我们上半段 其实说到一半了 说到犹他 您说有四五个国家公园 都很不错 您能不能再接着再讲一下 是的 这个犹他州的话呢 它有五个国家公园 那通常一般比较漂亮 长期的 就是布莱斯国家公园 还有呢 这个西安国家公园 还有这个拱门 Art National Park 那还有呢 在南边 属于亚瑞塞拉州 那现在也是非常多 游客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林阳柴屑 林阳柴 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对 非常漂亮 是像林阳谷那种感觉的吗 对对对 就是林阳峡 就是林阳峡谷 林阳峡谷 对 非常漂亮 就是要坐这个酒补车 到那个峡谷 然后进入到这个峡谷内 在峡谷内呢 就是由雨水啊 冰水从景色而形成的 可以看到那些水纹啊 不同的这个颜色的 这些颜色 非常漂亮 听起来我还蛮期待 其实我没有去过林阳谷 其实我一直在计划 一定要去一下 非常漂亮 一定要去林阳谷 那说到国家公园 其实我知道今年呢 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他们有推出一个 全年免费进入国家公园的 这么一个活动 对 不知道Frank有没有推荐 说在加拿大那边怎么 如果喜欢大自然的话 怎么去玩 其实我们住在美国西部的人 真的是很幸福 因为你知道 所有的国家公园 基本上距离我们都很近 可以开车到的 对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在我们的开车范围里面的 那我们就推远一点好了 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美国东岸 这个美国东岸的行程 另外呢 我们可以往北 洛基山脉 就加拿大 洛基山脉还蛮有名的 对 加拿大 因为光是洛基山脉 这一整个系列的行程里面 其实就好几个国家公园 在这个里面了 只是我们的团体 一般来讲团体的安排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 什么东西 它通通都结合在这个里面 这个等于是package 让你成为一个产品 就让你 比如说带着你直接去玩 那今天应该很 今年去的人应该很多 因为他门票是免费的呀 对 其实每一年 每一年的人真的都很多 每一年都很多 其实今年你说有没有特别的超过预期 其实我倒是觉得说 跟往年来讲 可能在西方人 欧洲人那一块可能比较多 那东方人这一块其实差不多 那个数字 还好 对 还好 但是每一年都很多 老实讲 那您推荐怎么玩呢 因为我没有去过加拿大 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都会从温哥华进入 那从温哥华开始 然后就一路开车 等于是往西北的方向 就上 往上面开 对对对 往洛基山脉开 对 所以洛基山脉上面就是有太多的 像路易斯湖啦 像班府国家公园啦 这个我听到 对 像这个 这很多的 很多的湖泊 都是完全自然的 纯天然的东西 就跟刚才介绍的这个 这黄石公园一样 真的是美不胜收 风景的东西 真的你没有办法 就我们用讲啦 对对对 你真的一定要自己 亲自去看一下 对 都是自然的 对对对 而且洛基山脉 还可以看到 真正的冰河 对 你们还有一个冰河 我讲过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对 克伦比亚 爱斯丝 对 就可以亲自 踏在那个上面 对 做那个很大那种 对 到那个冰岩上 行走 对 在冰岩上面行走 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 我们举办 华杰比赛的时候 有到班赋那边去 所以我看 他的节目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美 对 你看有冰河 然后他也有温泉 然后有这个 广州拉 就是所谓的 Cable Car 让你看整个 这个硫黄山的 整个看下来的 这个景色 所以那个地方 真的是大自然 你真的会觉得 那种归 归腹神功 对 听到我特别想去 加拿大一趟 非常值得 对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对冰啊雪 这种自然景观 还蛮有 就是那种感情 特殊的感情 尤其住在南加州的 这些人 我们一般来讲 能够看到雪的机会不多 对 对不对 下雨都已经很少了 看到雪的机会就更少 对 像上周末下冰雹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讲看到冰 看到雪 对 基本上来讲 就那种兴奋感 莫名就出来了 没错 没错 就是像我们三个 其实更倾向于 在大自然里面玩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人 是更喜欢在城市里面 看一些人文啊什么的 对 那我想请您再介绍介绍 像比如说 出到美国 其实大多数人 除了在美西玩 其实更多的人 会选择到美东 到纽约 华盛顿 费城 像我本人 我最喜欢的城市 就是波士顿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年第一次去了 就一踏进那个城市 就被它那个城市 那种气息就吸引 就最喜欢那个城市 那如果去美东玩 您有没有特别特殊的 一些建议 OK 美东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这个大苹果 纽约 我们习惯上就觉得说 一个纽约就代表了 一个美国东岸 事实上它的文化 事实上真的是 比我们西岸来得深 因为欧洲人殖民 最早在那个地方 所以美国的发迹 美国的历史 从那个地方开始 就是刚才你提的费城 它从那个地方开始 所以文化上 那个地方有 这个学术教义上 那边有 然后建筑艺术上 那边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美东 所以很多人向往美东 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真的 旅游 你就不能放过的 除了自然的这一块 人文建筑 你真的应该去 那边看一下 对 人文建筑 像在美东 还有一些大学 高等学府 哈佛 就像你讲的波士顿 我非常喜欢波士顿 真的是这样子 那具体的线路 比如说您会怎么安排 如果要是自己去玩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大概就是从纽约进去 飞到纽约 然后纽约先玩个一两天 然后玩了以后 经过费城 去华盛顿 DC 对 从华盛顿 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首都嘛 对 首都地区 那玩完了之后呢 开始北上 北上呢 经过所谓的康宁 就是做那个康宁锅的那个 那个麦克尔卫 那个康宁锅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城市 然后呢 就直接进到所谓的 尼加拉瀑布 哇 这Ninecraft Falls 在水牛城 就是那个区域 那我们就可以欣赏到 这个 早期我们也说 它是世界的奇景之一 但是瀑布越来越多了 那 但是它那地方还是一个 很壮观的一个瀑布 尼加拉瀑布 也是一个国家公园 也是国家公园 美国的国家公园 这个我们也去拍过 对 美国跟加拿大 对 它有两边 一边是这个美国赛 一边是这个Canadian赛 两边 就是连接在那个地方 对 那就是刚好一个国界 对 过了那条河 对 彩虹桥 那我们一般来讲 像我们行程 我们就会 我会建议说 假如你的签证 没有问题的 你是美国身份的 或者你有绿卡的 你就过去 都过到加拿大那边 你可以去多伦多 你可以去Montreal 然后绕一圈 再从那边下来 回到波士顿 然后再回到纽约 所以一般的行程 大概就是 七天到八天的行程 七天到八天 对 刚才我在问黄石的时候 就是漏问了一个问题 就您觉得黄石 大概是多少天 是最最佳的旅行的时间 如果是黄石 看你从什么地方进去 如果你说的 从盐湖前进去的话 如果你自己玩的话 在黄石里面 至少要三天 三天的时间 因为它大大小小的景点 非常的多 当然自己去的话 就不敢路 慢慢的 有时候你在那边 可能在一些景区 景区的话 很多地方可以 就是野餐 一个地方可以野餐的话 或者坐在那边 你可能可以坐个 两三个小时的 你看有些动物 就在草原上活动 你就可以在那边 看着它们 看着河流 看着它们在那边 活动 可以坐两三个小时 那我看我们今天 有推荐了黄石公园 推荐了洛基山脉的 国家公园 还有美东的一系列的 那个城市 那还有什么地方 你们特别想推荐的吗 就是美国这边 我们也非常推荐的 一个行程 就是往北 加州往北边 就是到这个 欧里根那边去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 在加州嘛 免税的地方 对 免税 我们就是在加州 这边往到旧金山 就没了 其实在往北 往北的话 也是非常漂亮的 沿着海岸线上去 一直到这个欧里根那边去 欧里根也是有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国家公园 这是火山湖 国家公园 还有一些红山木的 一些岩石森林区 也是非常漂亮 还有可以到一个雪山 可以到一个钟乳洞 钟乳洞 对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一个那边 其实就像提到 提到这种 所谓的冰河 这些东西 我倒是还有一个建议 可以往阿拉斯加去 好 这个今天的信息量 有点多 从北东到黄石 到加拿大 到阿拉斯加 但是都是非常好的建议 我觉得今天 非常感谢 Frank跟Michael 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有趣又有用的经验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 这些聊天 可以有更好的想法 跟做计划这种意愿 可以出去玩 因为夏天到了嘛 对 我们还是要出去玩起来嘛 所以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 也感谢Frank跟Michael 过来做节目 谢谢 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